是的 為了支持台灣鳳梨 全台掀起了一陣吃鳳梨狂潮 鳳梨蝦球 鳳梨炒飯 鳳梨酥 鳳梨酥酥 吃鳳梨好處多多 網路也瘋傳 多吃鳳梨可以讓妹妹變香 更有研究指出 鳳梨的精部萃取酵素 可以抑制新冠肺炎 大家開始瘋狂愛上吃鳳梨 但最近卻有民間公教團體表示 鳳梨也是有感知與生命的 大家愛吃鳳梨 但有想過鳳梨的感受嗎 鳳梨本身也喜歡被吃嗎 我們今天就來請到民宿專家植物溝通師 來為我們實測鳳梨的感受如何 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植物溝通師 同時也是網紅界的水蛇鴨 簡稱網椅水 哈囉 現在我要開始 跟這個植物進行溝通了 植物進行溝通 首先要把自己的頻率調整一下 震動頻率 然後接下來 我要把自己調低一個維度 變成到這個植物界了 我現在感覺到 我是一個像水草一樣的植物 像個水草水草水草 嗯 好 我現在跟這個 植物溝通一下 嗯 我現在感測一下這個鳳梨的長度 大概是19.5公分 不含頭的部分 接下來 我要來感知一下 她的前世精神 做一個深度的溝通 哦 她說她前世 是一個 醫生娘 達特 也是我的Sister 好姐妹 哦 因為前世她 她跟我啊 通常愛上了一個人 她也是愛上了我的丈夫 所以時常跟她 偷情 逃了岸起 啊 我的丈夫是一個果農 那時候他們就 常常相約到這個田園裡面 去那個 中鳳梨 在那邊也優惠偷情了起來 啊有一次啊 她就在那邊 被我不小心撞見了 之後 我們就起了一些口角爭子 打了她幾巴掌 於是她一氣之下 失手 然後拔了一顆鳳梨 把我當場砸死 因為她也是這個 醫生娘的資歷哦 所以說她知道 人死不能復生這件事 於是她想要 把我埋在這個鳳梨樹下 打了滅口 我被發現 她覺得她很愧疚 啊這個帶著這個愧疚 她一定要投胎了 變成了一個鳳梨 今次要來給我吃 來當作這個 贖罪還願這樣子的 啊 哎呀 Oh my sister 願願相報 何實料啊 上輩子的事情 過去就 讓她過去 來不及 那個就是放水流 不要願願相報 啊你說是不是啊 不行 我這輩子一定要讓你吃 我才能放下 我才能投胎 不然 我沒辦法好好做人 Ok My sister 那我要開始來吃你了哦 好好感受被吃的感覺哦 你也來幫你吃我吧 我要吃你了 好 總一樣會吃的感覺怎麼樣 我吃的劑條好嗎 舒服嗎 我看起來好像Sister嗎 我看起來好像Dotter嗎 我是Brother 懂嗎 狗的嗎 高雄 這裡是嘉義 哦這裡是嘉義狗的嗎 屁 I have a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a pen icent 呃 拍一口看 退流井了 無聊 要吃 大家的英文好像給我好 而且後來尾不是要拍絕尾嗎 那個加一雞肉飯太好吃了 多撇兩口 聽此要溝通 問題勇敢說 有乳溝沒帶溝 我是尾溝 你們看完這次的這個 靈性溝通的影片 是不是想一想看 很久沒有跟宇宙萬物 身邊的人事物 做一個心靈的溝通了 好好的感受他們 其實我也是時常這樣 常常就是不及別人的感受 卻忘了感受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靈 沒有做一個平衡 所以說現在我也會時常去 省事一下自己的感受 可以與別人的感受做一個平衡 所以歡迎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影片 或者說IG等等的 多跟我留言互通 我們互相做一個能量的交流 這樣子 這次非常感謝這個鳳梨叔叔 他現在已經大紅大隻了 還特地來幫我這個路徑一下 記得當初我一切從零開始 一切歸零 做歸零糕的時候 那時候叔叔還特地關心我說 小偉啊有沒有錢吃換啊 那時候鳳梨叔叔還特地帶我去墾丁那邊 請我吃大餐 幫我那個養的肥肥的 那鳳梨蝦球吃到飽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感謝 而且他還甚至還跟我說 小偉啊你現在一切歸零 那什麼資源都沒有了 沒關係你要什麼資源跟我說 兩百萬夠不夠啦 有沒有錢拍片啊 因為我那時候講了好多 要拍宇宙的愛的東西 然後他聽一聽覺得也很有興趣 我也覺得他是很有大愛的人 然後他甚至說 兩百萬夠不夠 你要拍大片是不是啊 不過我還是毅然決然的拒絕了他 因為我覺得自己其實也沒有那麼好啦 然後也不好意思給人家拿那麼多的 平白無故拿人家這樣子 到時候也不知道拍出什麼鳥毛啊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拒絕掉 這就是我三角都男主漢 會嫁拼三重苦男子漢的志祺 行動苦男子漢 失敗算什麼 有多少屁股吃多少瀉藥 有多少腳趁腳多少下游 不過最近瀉藥也快吃光了 不是瀉尼叔叔 我後悔來得及嗎 君主 先別說這個啦 最近啊鳳梨叔叔 我在籌備這個 想要拍這個 預火鳳凰的這個第二集 叫做這個 預火鳳梨 如果那個鳳梨叔叔願意投資的話 那個 這個預火鳳梨男主角 非你莫屬了 你最小孩 我實在找不到其他人來演了 重點是需要一點金主的投資 來拍這部大片 開玩笑的 對啊 鳳梨叔叔現在這個 南北跑這樣子 各大新聞節目都有 都有鳳梨叔叔那麼紅 還特地竟然陪我來這個小小咖這樣子 拍這個 玩笑的 這樣真是 謝謝你謝謝你 看得起 對啊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這個鳳梨叔叔 到他的本專還是商場 他那邊有很多商品 陪了給他支持 嗯 然後也有這個 嘉義雞肉飯也好吃 那按讚啊 拜拜 拜拜 然後 東